欧阳娜娜18岁才准恋爱 姐姐妮妮先爆料,她是宅女网易娱乐1月16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王乐妍,欧阳妮妮16日出席 某活动,一起登上英龙双层巴士,在东区街头宣传,双书吸引许多目光 王玉妍为男友选择了绿色的手表,因为绿色是她今年的幸运色,希望能开运 欧阳妮妮则必谈感情,直呼自己跟妹妹娜娜是宅女 王乐妍处 习活动,身为弟兄大陆事业线,欧阳妮妮则大陆长腿抢镜 两人因为朋友聚会认识,看似不大雅,其实私底下聊不停 王乐妍答应导演男友张迅伟求婚两年,但迟迟没有下一步 他笑说我已经是出善意,就看对方了 他准备先卖房再结婚,若怀孕就一切顺其自然 但因为自己有巧克力囊肿,所以受孕不易 欧阳妮妮日前被报和宾是男 五金型小凯里加安交往,对此他低调不谈 只说对方是品牌设计师,找有经验的人经营自创潮牌 他在家是大姐,为肩负管理妹妹责任 是否有听过妹妹们恋爱烦恼,他笑说我们家规定18岁才谈恋爱 觉得弟弟会先,因为他现在一直说想谈恋爱 娜娜跟我一样懒得交朋友,超级宅在家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李同,NK4455 分享 在相关阅读苦笑龙吟33亿完美收官 年度三国大剧网,亦娱乐1月16日报道 以司马役后半身为主线 展现后三国时代英雄故事的苦笑龙吟在怒赞声中正式收官 吴秀波,刘涛,丽晨,张军宁,唐一新,王洛永,刘欢,王东,向顺苗,谭剑子,来袭等 参照音乐会当时提供的演员范围 新老戏谷拼命标戏 总播放量超33亿,度半评分8.4 近半网友给予五星好评,吴玄脸称为 超级剧集阵营中的右翼标杆之作 作为2017年度最受欢迎的古装剧之一 苦笑龙吟延续了军师联盟的故事主线 着重讲述了司马役后半身波鬼与绝人性转变的故事 在无数三国剧主欲在前的状况下 苦笑龙吟独辟西景 以司马役的视角 为大众提供了一个重回三国的全新视角 苦笑龙吟不渲染不激化 用平时的角度诠释历史人物 解读事件 将司马役和一众三国人物 变回一个鲜活生动的人 前孟达时 司马役十日行军一千二百里 正聊冬时 准确遇过时间 百日去 百日攻 百日回 家喻户晓的空城记 她是谁 苦笑龙吟却拍出了新的高度 司马役进入幻境神教诸葛亮 关于人 关于时间 关于家族 关于工城名就 关于流芳千古 关于鸟建工藏 关于天下 种种有关人性和命运的思考博弈 都约含其中 可以说 吴秀波和王洛永两位戏骨的演绎 已经将空城记的精彩程度 上升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 魏晋本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生风乱世 旧的规则被打破 新的法则还未健全 于是人们张扬个性 各举风采 大丈夫乱世争锋其谋制斗 英雄相惜 对酒当歌CP群掌健在其中 苦笑龙吟打破阵容常规 不仅有老戏古实力标记 还有小戏精化龙点睛 剧集和演员间的摩擦碰撞 让我们看到了源于真心 令人惊艳的演技火花 吴秀波饰演的司马懿和素有白老辉卉华裔 第一人之称的王洛永饰演的诸葛亮 中虎握龙其逢对手 将针锋相对又相知相惜的复杂关系演绎的淋漓 禁止 而一票鲜肉也以鲜明的演绎风格 从一种老戏古的笼罩中脱颖而出 谈见刺版司马昭 用嘴碎完美诠释了司马昭之心 为何路人皆知 历史上参与了八王之乱的司马龙 在剧中虽是少年 却在王东的权势下 让心中烟浑染路无疑 苦笑之后司马兄弟收获大批粉丝 颇有虎父无权子之事 景司马一大战诸葛亮景 景空城街景 景司马一黑 话景等话题引发微博上一轮又一轮的大讨论 吴秀波 王洛永 张军宁更长期霸战热搜 刘桓扮演的精焚皇帝曹瑞身着女装 更演发李晨 赵凯 贾乃亮 杜海涛等一众明星好友的丸心 女装大佬的称号风靡全网 无论是一众演员的走心诠释 还是无与伦比的精良制作 苦笑龙岩都将剧集的制作水准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电影 极致感堪称国产的权力的游戏和 德川家康 从镜头手法到BGM 都是满满的诗诗大片极致感 就连高晓松也加盟谜递 邀请吴秀波入座小说 大谈三国往事 三国暂热 大宣发带动网络爆款 作为二千零十七重磅压轴的年度大片 苦笑龙岩在宣发上更是不遗余力 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响乐会 作为开播发布会 这在电视剧史上也是 头一回 包含深情的王洛勇英文养颂 出示表让三国是中胆火遍全球 火人民日报等大媒点赞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司马懿 一千个人心中也有一千个苦笑龙岩 苦笑龙岩的争斗赞告完结 但对于剧中人性的探讨从未停止 而这也正是超级剧 即带给观众的享受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陈凯 NK4686 分享 暂香晚阅读